咱们之前跟大家聊了一下 这九七之前香港娱乐圈的黑暗 还有这邵一副老先生为香港娱乐圈做出的贡献 还有一部分香港女星是争气斗燕和各种大佬风花学那点事 今天咱们聊这位也是香港娱乐圈大哥一样的存在 他曾在香港帮派作为猖狂年代 庇护其家明星那是不受丝毫影响 他还曾经因为饰演赌神中龙武一炮走红获得了金像奖 他还为了朋友儿子做了一部戏 让李连杰梁家会这些巨星充当配角 到这不用说很多观众老已经猜到他名字了 没错这就是港圈大佬向华强 有人曾说邵一夫周恩怀向华强这仨人 足以撑起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这句话真的不夸张 绝大多数的经典港片都是他们旗家电影公司出品的 大多数香港明星也是他们三个捧红的 而这三位港圈大佬关系也很有意思 那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个关系错综复杂到什么样呢 那观众老爷你可以参考甄嬛传前二十集到四十集 所以说影视素材来源于生活 那不知道当时郑晓龙导演是不是在拍甄嬛传的时候 借鉴了港圈的混乱发展史 向华强的家族有着帮派的背景 上个世纪的香港 向华强的父亲向前那是军统的少将 他通过其背后的资源 创立了著名的帮派组织西安 对于当时香港老百姓来说 向前就是当地的土皇帝 那咱们这个土皇帝呢四个太太十三个孩子 而向华强的母亲就是地位比较低的三一太 而这个向华强呢 当时不仅是不受父亲向前的待见 而且在家啊 也是被向家其他人歧视和排挤 那只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 向华盛和他聊的特别好 那此时的向氏十三兄弟里面呢 最没有分量和地位的两个兄弟 紧紧的抱在了一块 谁也没想到啊 多年以后啊 这哥俩是撑起了香港娱乐圈的万片天 成为了大佬 七十年代的某一天呢 向华强在这茶馆啊 正慵懒的晒了一身懒肉 这当时被邵逸夫公司的一个星探就撞进了 觉得当时这向华强吧 长得那是棱角分明啊 再加上向华强当时啊 是邦会家族出身 所以这身上偷出来的气质啊 就打动了这个星探 就邀请他去拍电影 随后呢 在1973年的6月啊 一部名为龙虎地头蛇的电影上映了 那么这是向华强的第一部主演的电影啊 那也是他踏入一落圈的开始 也是在这一年呢 邹文怀从邵逸夫公司甩手不干了 自己创办了家和影视公司 开始了自己的布局 而且这个时候更巧的 就是邵氏集团觉得李小龙编酬太高 还没谈拢合作 邹文怀直接就出手了 用高片酬把李小龙拉到了家和 自此呢 打破了邵氏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 那家和影业 这才逐渐的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 而这个时候的向华强呢 还是邵逸夫旗下公司的一个小演员 也是郁郁不得志 在一票演员中呢 也是不太起眼 然而此时 香港娱乐圈发生了一件震惊全球的事啊 那就是1973年7月 功夫巨星李小龙不幸逝世 而死亡地点呢 在一个名为丁佩女人的床上 这丁佩就是当时邹文怀力捧的人 那也是邹文怀啊 把这丁佩带到李小龙的面前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啊 这李小龙把中国功夫带到了世界舞台上 却没能逃过美人石榴群的攻势啊 也不知道当时你说被李小龙痛打了 这些所谓的国外高手啊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能不能气死 你说你们一众所谓的舞蹈大师加起来是吧 居然比不上中国一个女子的杀伤力大啊 不过猜测归猜测啊 这件事即便是到现在 依然让部分李小龙的影迷啊 是难以释还 你就更别说当时的香港了 丁佩当时都不敢去参加李小龙的葬礼 那因为他知道 他一旦出现 绝对会引起骚乱 而此后的丁佩呢 因为舆论压力过大 患上了忧郁症 而正是在第二年 夏华强和丁佩两人认识了 那1974年呢 夏华强拍摄铁证这部电影的时候啊 认识了丁佩 那在邂逅夏华强之前呢 这个丁佩啊 因为家庭背景过硬 再加上那牌证调顺 对吧 所以他在影视圈也是风生水起 那在遇见丁佩之后呢 夏华强便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啊 最终呢 夺得了这位忧郁美人的芳心啊 而在1976年 夏华强更是不顾这个外界的舆论 他决定和丁佩结婚了 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年里 夏华强并没有和丁佩的老板啊 周恩怀有过直接交际 但是周恩怀和丁佩的关系呢 却一直很好 你包括刚才提到的 那丁佩也是被周恩怀送到李小龙跟前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俗话说的好啊 老婆上司对老婆特别好 那多半这个男人头上子来顶原谅帽 但向华强是什么人 他为了杜绝这顶帽子 结婚之后让丁佩就安心在家 那根本就不再接触电影拍摄了 更别说跟周恩怀有什么接触了 但是背地里有没有 咱们不知道啊 但是要说向华强的完全不计较吧 我觉得什么呢 这是老爷子练脾刹 那就是扯淡的 对不对 你说哪个男人能真正做到江湖上 一直流传着自己女人的过往 而自己还不在意的呢 所以再到后来呢 永胜和佳和之间的竞争啊 我觉得不单纯的是商业上的竞争 是不是也有这层原因啊 也不得人知 那么丁佩在结婚之后呢 和向华强生下一个女儿 但是李小龙这件事呢 让他有了心结 也是一直没打开 所以呢 他最终选择了皈依佛门啊 开始了吃斋念佛的一生啊 那么好了 本期我们先聊到这儿 那观众老爷们 你们是怎么看待李小龙 实施这件事呢 咱们评论区里聊一下 那么关注我 下期咱们继续深发向华强 没点事 喜欢记得关注哟